這個階段的提升 所以在升格之前 我们很期待 现任者可以做好准备 准备升格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现在的这种情节 在投影的这种情节 这久以来一事无成 不但是一事无成 而且让陶渊人感到很泄气 因为这接二连三的弊案 尤其是副县长层级的弊案 对一个团队来讲 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个县长 试图要淡化这个事情 试图要掩盖这个事情 让我们桃源市 我们桃源市的县民把它当作没有发生 我要在这里 要提醒我们桃源市的市民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团队 有问题的团队 我们要想一想 当桃源市升格以后 我们还要让这个团队继续来执政吗 我要跟大家说 这一次票一定要投对 不要让别人笑我们说 我们的记性不好 这样好吗 好吗 中央政府也做得不好 需要做这些讯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